冰天雪堤的北极 俄羅斯國旗隨風飄揚 在獨裁者操作下 這裡從原本的料污生機 開始投入資金準備發大財 去年還在北極圈群島 大半勝利日慶典 讓北極圈地帶快成了俄羅斯後院 眼看俄羅戰爭 現時遲遲沒打完 俄羅斯政府也瞄準這一帶 急著打開勢力範圍 賺戰爭資本 除了在遠東邊境和北極地區 建立超前發展區 如今更打算擴大該區的地域範圍 鼓勵新投資專案實施 並推動商業計劃 目前俄羅斯已經在北極圈上方的吉丹半島開發項目北極二號天然氣管道 日本法國企業也參與其中 不過最新傳出受美國制裁計劃恐怕擱淺 美國也聯合北約頻頻陷蹤北極圈 如今美軍核潛艇突然在該區域出沒 無疑對俄羅斯在北極圈的軍事勢力構成挑戰 儘管西方國家關切俄羅斯勢力範圍有所行動 不過去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莫斯科 與俄羅斯總統普丁會談時 雙方曾討論到合作開發北方海陸 普丁也將在本週出訪中國 遠東邊境和北極圈距離淪為新的代理人戰場 恐怕已經不圓了 下期新聞 尤海軍報導